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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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竟如此之强 书中记载的轻零物吗 可就算这样 如果我们走了 那你呢 这家伙当着本公子的面如此嚣张 岂不是不给我面子 生命可贵 却便要自寻思路 这是 紫色的 火焰 喂 你 你有没有事 明火 明火 这是指在九尾点集上有记载 却无人亲见的明火 你们快走 即便是清零木之力 对这种火焰也束手无策 那样的话更不能 才没有束手无策呢 就算是明火 那也是火吧 不可能 或是天 Hero 还是脸 给你吃 这种火焰呢 不住 这种火焰 aquí 就不住 这种火焰啦 就此类似的火焰 火焰 还不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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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礼 你 小友无须忧虑 这是刚才的 清灵墓 你没事了吧 要不要紧 你也太小看本宫死了 多谢前辈相救 请问您 小友不必多礼 无名秦少师 不过是一介闲人罢了 秦少师 您 您就是那位传奇冒险家 刚才那个人 是您的旧师吗 素不相识 此事不妨容厚在意 如何离开此地才是当务之急 据我所知 九尾一族精于幻术 望月小友 是否能看出些许端倪 幻月 前辈莫不是在替王兄考教我吧 正如前辈所言 此处是幻境中的幻境 有试炼幻境作为外壳 恐怕很难靠蛮力从外部破坏 只能从空间紊乱之处找找看 有没有从内部瓦解它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还真是绑到位了 端木前辈 阿孝 你们没事了吗 刚才在幻境里 闭嘴 不知道黑历史要做错没有发生过的吗 放心 之前阿孝和端木玉席 只是幻境中的幻象 并无大碍 倒是你们几个率先通过试炼不说 强敌当前也不露分毫切词 当真是少年英才啊 这个喜欢夸奖别人的白胡子老头就是我的外公 冒险家协会会长龙一红啦 会长好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就你话多 既然这么闲 今晚的迎新宴就交给你啦 今日事多 你们几个就先在协会里好好歇息吧 齐兄 咱们楼上盘 阿阴 不要紧吧 会长明明已经说了并无大碍 为何你 动用未修炼完成的术法 伤及自身 当然不同 我不要紧的 还有 抱歉 之前因为一些缘故隐瞒了身份 没关系 我们是朋友嘛 那 阿阴 是你的真名吗 不是 我叫海茗玉 茗玉 你 你就是西宇湾山湖台 真正唱歌的那只夜鹰 你 你怎么会知道 之前凑巧和朝月姑娘有一面之缘 银行晚宴即将开始 请大家各就各位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银行晚宴 今年的考核完美打霸折的受关啦 这里是理想者的热土 冒险家的乐园 苏兰冒险家协会 把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 变成我们的乐趣 让我们的血液沸腾起来吧 希望我们永远年轻 永远热情 永远青春 永远十八岁 说得好像你有十八岁一样 经历了一场和谐有爱的试炼 大家都很想和同伴开怀畅饮吧 下面是party时间 上次的味急烧烤很棒 这个香蕴满园 看起来也不错 一点红砂锅是什么 像是西语湾不会有的失误 明月 你加入冒险家协会 难道是为吃遍天下美食吗 这么说好像也没错 家父曾说 美食是文明的结晶 此言甚妙 不过美酒更是美食的精华 若不为锦江春色 本公子何须不远千里 来着苏兰城 难道你们都是为了吃和喝 加入协会的吗 我还以为大家 都是因为听出了前辈们的传奇 才 这么说的话 现在这里 不都是有名的冒险家前辈吗 我们去拜访一下各位前辈 怎么样 你们去吧 本公子要品尝 冒险家协会珍藏的美酒 就不陪你们了 不知会长和秦少师前辈在何处 不知会长和秦少师前辈在何处 白鹿姐 阿孝学姐 谢谢你们这几天的关照 不必客气 照顾新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你是来找会长和秦少师前辈的吧 外公和秦少师正在商量正事了 正事 你懂的哦 是那个人的事吗 那的确不便打扰 幻象之体 正事 那人的力量极为强大 但气息却微不可差 难怪会大费周章 现身于幻境之中 无论如何 三种气 关系着整个云垂的生息 不容有任何闪失 我们须早做打算了 会长无须担忧 世间寄生灾厄 必有破解之徒 青林有传 沧海再生 他们此来 或许正是天命释然 走 我们去找端木前辈 端木前辈 原来你在这里 找你找了半天了 端木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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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想之前那个人的事情吧 确实 我也非常在意 不 没有 那不是你们这种萌新 需要担心的事 找我做什么 找你喝酒啊 一个人坐在这里 不觉得孤单吗 孤单 这叫清静 清静 那外面明明有单人桌 你为什么要找一张 四人桌呢 前辈 坐下 喝酒 这么好的酒 还堵不住你的嘴 四人桌的话 我就叫望月爷 一起过来吧 端木前辈 我敬你 多谢你在幻境中 示意援手 不客气 希望下次 你不必再来谢我了 拿着 这个给你 谢谢 谢谢 我 Kem 增 Jess 她 让我 冨 快 我 咱 produção 我 神语示意 是我之前看到的符号 王者 这是神语书院 从五弟残碑上踏下来的神文解读 先借你看几天吧 谢谢端木前辈 但 我要是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就不给我了 猜对了 二位 我拿了新的鰻鱼烧烤 还有贝类 还有蜂蜜牛乳缸 不知道端木前辈喜不喜欢 这是冒险家协会的藏书 是一本神语辞典 明月要看吗 你说你有时候会看到神语 还能预示其他人的命运 本公子倒是可以带你问一问 有这么多见多识广的冒险家前辈 一定有办法的 何况还有会长和情少师前辈 请问是望月公子吗 刚刚有个试炼中被淘汰的姐姐 托给你带个话 说要谢谢那位赠气的望月公子 他日后一定会报答 不必了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请问是海明月姐姐吗 我这里还有一封信 是寄给你的 对了 写信的人 是一位超级帅的大哥哥 谁寄给明月的信 快给我看看 不行 这是隐私 看来美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很受欢迎啊 不愧是八一八 这话说你自己比较合适 以及你不还是666吗 女士们先生们 下面是最重要的环节 请三位通过试炼的心童 同伴到无迟中 能够亲眼见证三位小友通过试炼 成为正式冒险家 我也深感荣幸 战胜困难的胆破 探索未知的信念 观测世界的眼瞳 固然都是冒险协会的精神 但是都比不上你们同伴之间的生死相往 运气真好 秦尚师前辈这次可是破例指导新人的 指导 王月河的那种红红的果汁 白天幻境之中 多谢先生的清灵夜了 至于那个神秘人 我们应该也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吧 我们毕竟和那个人面对面打过一场了 应该多少能派上些用场 我可不是说的这个我们 不过还是算了 不必言谢 清灵夜本就是令兄所赠 何况你如今还是我的学生 至于神秘人之事 不妨明日在意 但是今天 冬日是花 废寝忘食未必能得一夜 所以 今日且及时行乐吗 何何本公子之意 没错 人生还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啦 一年一次的新人欢迎仪式 是很重要的 你也不想你的迎新仪式 变成作战会议吧 这次试炼 一波散折 你们也该好好玩玩 休息休息 综上所述 明日在意 现在最重要的是 欢迎加入冒险家协会 明日在谈他 明日在谈他 可能 我